經濟部長王美花 日前特地走訪台電台中發電廠 但這回視察目標 是前方工作人員手中這把干擾槍 扣下板機發射電波 就能讓無人機停在原地 或逼它撤回起飛點 為了防護基本設施安全 中油與台電 未來將採購無人機干擾槍 中油預計第一階段將採購14支 台電部分也將分兩批採購 每個電廠分配1到2支 上半年都會陸續交貨 無人機干擾槍 目前在軍警單位都有配置 但畢竟得靠人眼目視 因此油電產業 第二階段還要再建置 被動反制系統 類似雷達偵測 當不明飛行物靠近電廠 就能偵測並追蹤軌跡 達到防禦效果 類似反制系統目前已經在桃園機場建置 但整套系統要價4000萬以上 因此購買時程還在眼裡當中 畢竟有了烏二戰爭的前車之鑑 中國無人機也頻繁入侵外島領空 民生關鍵設施先布局防禦 才能防範未然 三星人過生的友陶 台北的